玩具TV 第28季第10集 好了 今天又回来又见到我 我会常常都... 差点下不了你 这星期都见到我 但是每次都是在大陆回来的 我觉得很惨 今天又是那些买了乘车 然后延连了一个多小时的那些 是什么时候撞车还是水浸 不是 它是由... 不知道 总之它去到六点多 那些车就开始延连正常一班 整个小时的那样 哦 是的 我以为你塞车 其实星期五特别是这样的 我平时很少星期五上去 不过这两个星期都是被人召唤我星期五上去 所以迫着就走一转 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就马上讲回来 就唯有玩玩具了 我们这次就开迁直练的铁人28FX 其实铁人28FX我是很有情意结的东西 因为我小时 其实最小时记得的卡通片动画 就是上星期 早两个星期 有开过至尊用者的飞行情报 那一套是我人生看过的第一部卡通片 我记得 我还记得我从第一集开始看的 因为主角叫卡布 就是那个布公仔 拔了一把剑之后就做了用者 你那时候是小学生还是幼稚园 我猜是幼稚园也未回到的 幼稚园也未回到的年纪 因为那套不知道是90还是89 我应该是幼稚园 不是 应该是幼稚园也未回到的年纪 我记得那套是人生第一部卡通片 然后其实看的卡通片不多 而这套应该是我初几部卡通片 因为它在香港播放的时候在1994年 我只是读幼稚园 所以这套其实很足够 是哪个电视台 TVB播放的 是下午的时间播放的 所以我一直记得很厉害 我自己还没看过《鐵人28》 但《鐵人28》在我心目中 我小时记到现在都很喜欢 因为其实 以前那个年代 其实机械人的卡通片 就是彩色的机械人卡通片 我觉得不多 在我那时段 什么叫彩色的机械卡通片 因为再之前那段时间 就是那些什么 《鐵甲马来俠》那些 去到我那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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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魔动王》 《魔神英雄传》那些 但不是那么早 所以在那九几年初的时间 有得看机械人的这些片 是很惊讶的 哦 少一点 因为我小时就很流行机械人 是的 但可能 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 就全部不流行 是的 然后来到这一套 它一来就是超级肌肉系 很超级肌肉系 整支很肌肉型 很有型 还有蓝色的 再拼红色加白色 就是一看一支正义的颜色 所以一见到这个就很开心 而其实这个产品 我一直都恨了很多年 有人推出 以前就有很多年前有DX 就是个身体很肥的 有出门黑牛一对 然后那个现在都可以 市面上都买到 不过其实不满足 现在是玩家的 而在2008年左右 其实Bandai SR 曾经摆过展 想出这个 是吗 金属色的 我记得 我恨了很久了 这么多年 它不出 然后到早几年 Evolution Toys出 我忍了一手 因为 Evolution Toys 大家都玩过它 都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我就没有买到 所以我今时 我终于等到一间 觉得应该要买的 正经的品牌 正经的品牌 就是这样的肌肉型的机下人 是 因为经过80年代的真实系之后 后来有一段时间 好像有些迷失 然后就是勇者 就是有些復古 其实它的外观上 比较勇者 但是它勇者得来 因为勇者那个年代 蓝光人的勇者 其实不大 全部都是手和脚粗 但是那些上肢 上臂 小腿 大腿 很有 那你会觉得 哇 这东西好像野不耿风 只是大手大脚 但是这款是超级撞石的 非常喜欢 我们现在前置就说了很多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你快点开箱吧 是 那我们一起拍摄照 好吗 那突然 好 好 好 是 是 那我们是怎样 我们一起拍照 直播照做得了 可以 直播拍照 你不用重 你坐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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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过来 不好意思 直播的朋友 我们现在是直播 我们拍照 这么人齐 但是 要有人开机 对了 我们找了一个 很好的美女 来帮我们开机 可以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么人齐 前面 前面 没错 拍到人就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1 2 2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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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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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 又問他了 我到哪裏 我到哪裏 他做正經事 好了 那講到盒 千值年作風的一貫Wilber的盒 你看到很多很有型的照片 封面就是一個超級型的帖 就是他每次盒完看那一刻 一定要放一個大隻佬的帖 證明他真的很大隻 其實我沒有看過這套 我不太認識他 他的合體是甚麼和甚麼合體 其實他本身是鐵人28 後面的Phoenix是鐵人17B 對 背包 本身的背包不是設計給他的 不過後面就給了他用 因為他本身鐵人28 為甚麼鐵人28 就是他在舊鐵人28時代之後 用鐵人28的資料 他再出了由鐵人1號開始 再出過 然後他每一部都有機設 總之鐵人1到11 主要是工業用機 有少少戰鬥的機 工業用機 但去到12打後到28 其實就是各個國家 即每一個國家不同 加了自己元素的機 有點像機動武鬥轉 例如美國的機器 會有牛仔錶 那種 然後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機 去到28 28其實本身就是N 即是集了前面27部大城的機體 當然後面還有一部29 就是之後他會出的黑牛 不過29不是他本身主角的集團出的 因為那個故事很複雜 我們不說故事 你很厲害 你記得這麼多 當然了 我有做功課 你才有做功課 我們來說功課 打開盒之後 其實他本身 大家如果有看天人28 其實他本身的配件上不多 因為他除了拳打腳踢 和合體之外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你打開盒之後 其實我們只能看到這麼多東西 就是主體 接著一套的手型 不同的造型手 有拿開的手 手刀的手 還有他一雙拳 還有一個 對 這些就是一些配件 就是地台 配件後面有千值年的祖傳地台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他在千值年的網店 訂的 不是 在千值店訂的 也會有的特典板 其實他是用來和黑牛DX去接合的 因為他的結尾 他就和黑牛DX用了這條線 過電給他放了大機 所以這兩隻手是什麼 就是拿來拿著這條線 所以他就特地為他做了這一套 他日就和黑牛一起 真是粉絲向 對 是粉絲向的 配件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他很重要 就是這個 鐵人17號 紅王 這樣 其實一般 我們看回產品 其實他整個設計 我覺得 就 在外觀上來說 我沒有什麼投訴 因為 能夠給Evolution Toys 或者 要不再前一點的產品 還有其實千值鏈 在做外形的上面 也都 沒有什麼投訴 他 整體來說 要大隻的有大隻 要線條的有線條 我覺得很不錯 整個漆面上 其實他的光藍色 都看上去 不會像以前的產品一樣 會有些膠 其實大家上次看到龍三一 都看到 他的紅色 可以噴得不錯 這個藍色 整體是一個很好的噴色 例如紅色的部分 也有一些很漂亮的噴色 你喜不喜歡這種噴粉 我會覺得這個銀 對我來說 我會想它更黑一點 我會喜歡鋼色 鋼色 鋼色 例如 這種 這種比較卡通 我也覺得 但如果拼回那個年代 我也可以接受 明白 好 大家如果看到 整體 可能覺得 可動上會差一點 因為很粗 我們現在 看看可動 頭的部分 就是抬頭的功能 抬頭 但他抬頭 其實這樣玩 都比較差 老實說 但怎樣令他更好玩 就是 他有一個做法 就是跟龍三一有點像 就是 他下面再做多一組 雙續膠 就把頭可以拉低 拉出來 即是有組雙續拉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頭低一點 把頭抬高一點 那他其實是用來做什麼呢 例如現在插進去 你會看到頭沉得比較低一點 所以他要處於半高的狀態 其實因為他本身 是頭比較細一點 如果例如 你用低角度拍照 你可能拍不到 你就會把頭拉出一點 給他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這種情況 很多時候 以前是一些可以辨認的機械人 他因爲辨認的關係 就會有了這個 例如他凌晨 對 或者以前超級金雲 戰鬥機械 戰艦紅色的 Iron Gear 他因爲變形需要 他的頸部可以做到這樣 但實際上他不是對可動 只是因為變形的關係 就給予更多了 所以他也不像是對可動 但不要緊 反正現在出來的狀態之下 他受惠於這個結構 可動好 例如一些飛行抬頭的動作 也會有些作用 頭的左右擺幅度 會跟著他頂部的波珠 尺寸就是 活動的角度 就是這樣 轉頭也沒有太阻礙 沒有頸領 在腰部的可動上 整體來說 向後轉比較多 向前轉比較少 在腰部的方向上 如果以這個可動來講 就不太像遷尊 因為土燈的花紋 好像公子的花紋 就頂住了 就阻礙了 但其實他有很多處理方式 因爲他現在的軸心比較中跌 如果放在前一點 其實可以跌高一點 在後面延伸背後 但他的做法比較保險 他就用在中間來做 前後轉的幅度大概只有這樣 左右也是大概這樣 而他只有空的部份才可以左右轉 側轉 腰部的水平轉 空可以轉 下腰部也可以轉 所以腰部的水平轉角度 比較大 例如他做了勾拳 都可以的 而且有一樣東西 因為你看到這樣扭 你不是很怕這個位置會脹 是呀 我正常說 但他本身設計上 有做過閒位 所以頂住了 你是撞不到下去 這個我覺得可以是少少細心 其實腰部的花紋 我這麼多年都覺得有些有趣 正常鐵甲萬能俠是 合體時才會有一個鉗在腰部 但他本身會帶著鉗在腰部 這是他本身的造型 肩膀方面 這個肩向前引是不錯的 後面有補花一些細節 現在向前引的時候 其實胸部也會有一個向來縮的結構 就是小小的連動 這樣 所以可以做到兩邊肩膀 這樣跟胸部動 另外肩的部分 上下的活動 這個 肩膀的活動比較有趣 你要看他現在這樣 肩膀很大 其實他可以 例如你擺手 他會頂住 他可以在這裡 這樣把肩膀推進來 令手放高一點 這個不錯 對 挺有趣的 而這個做法 你這樣看 看不出來 想不到他有這一雙 他除了這件事之外 他托這個的時候 本身的肩膀都可以移動 這個部分可以再移動 去避免這些 再加上這個 其實他可以縮得很高 所以不用把肩甲向上 對 因為以往很多廠製 他會整組肩甲 這個單軸一組 踢過去 之後就動不了 但你會看到 他用了一個很有趣的模式 他也是一個中軸 不過兩個是夾過去的 這樣來動 這個不錯 對 很細心 很漂亮 千夕年風格 扭起來很漂亮 除了這件事之外 一些手的擺動 剛才我們試過 抬高是完全沒問題 肩膀的水平轉 接下來這個位置 也比較有趣 會少見一點 但某些廠會做 例如Bandai 有時候 那個年代 其實90年代機械人 很多時候的活動 是靠這個才能接上來 例如在這裏 才會有一個關節接上去 他也做了一個關節 接上來 然後第二個關節 這裡再接上來 雙關節接上來 就可以放一些大隻佬鋪 插得很緊 雙關節 雙關節 其實有一個問題 在於什麼 90年代的設計 最有型的部分 在後面 他的手前臂 可以轉 水平轉 轉 連環磅 之後 他不斷直 好像 NEO GUNDAM 轉完之後 手不經常都很像 這樣 他在這裏 加了一組單軸 手可以向前擺 如果你想擺得很帥 就可以這樣 但是幅度不多 幅度不多 幅度不多 所以如果動得多 主要用入電 但如果你只想他很帥 站著 就擺放一個大隻佬鋪 類似是這樣的 不過有一點要小心 就是 他的手 接上來之後 其實他回位 有時會先回了 其中一個關節 再回下一個關節 如果先回上面的關節 上面這個勾 其實有機會會先撞到後面 所以玩的時候 就自己小心一點 這裡 小霞 小癡 除了這部分之外 其實他的拳頭 也很用心 就是來這麼大的拳頭 可能你會覺得 他玩就只有這樣一點 但其實他還有分 上面這裏還有一段 這個 他有內外 那是用來做什麼呢 待會一擺招牌姿勢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手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腰也說了 裙甲 比較中規中矩 就是這樣一個裙甲 然後前面的波頭 發進去前面中間的柱 基本的 裙甲 就是一個雙軸 加波珠 一個單軸加波珠 可以上下拉 亦可以這樣轉動 後裙 因為他本身的阻力比較小 所以他的後裙 基本上沒有可動 在抬腳方面 他本身的抬腳 大概是 一摩是這樣 這樣 基本上會做 那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本身裏面有做到一個單軌 你可以做一個拉 將它這樣拉前來的話 他可以再抬起裙甲 然後腳就可以抬到來 這些就是經常都會發生 但這件事 其實有好有不好 雖然會彈 但彈是告訴你 你不會弄斷 所以我們有時做設計的話 就會在這些容易撞掉的位置 將那個扣做小一點 你過了他的位置 遇到他的時候 他出來的第一個情況 不是斷 是彈 你脫掉了自己 就裝回 所以這是一個設計的其中一環 當然你也可以說 其實他做得比較好 但很多品牌都是這樣做的 對 很多品牌都是這樣做的 在膝頭的部分 大腿也是 你會看到這個球 對這個水平轉 本身的阻礙是沒有的 所以你喜歡轉到後面也可以 對 可以玩一些四腳瘦 對 接著之後 膝頭哥的部分 我會覺得他膝頭哥 這次可能有一點訊息 是甚麼呢 膝頭哥是做了一個雙關節 後面也開了一下 以往他可以做得很漂亮 他的腳可以接得很高 但這一款主要是 大概90度多一點 100度左右 他在大腿那裡 已經切成這個位置 給膝頭哥的部分 但因為 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是他本身 其實這個腳 都比較粗 後面的段都比較大 所以他做這個處理的時候 如果他把這個 做相續夾過來的話 這裡會有一個平位 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 他可能做了一個取捨 因為跟千席鏈 做設計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會有一個原則 他的手 就是盡量做到膝頭哥的第一步 因為通常如果相關節 很多時候做了平膝頭哥 你還會有兩個膝頭哥 前面一塊 所以他有些地方 是會這樣做處理 對 然後來到腳的部分 其實他前面有一個前甲 主要是一個遮醜 正常狀態是這樣 如果你想抬腳的時候 就會這樣 腳的前轉 其實幅度也很多 向後就比較少 而左右擺放的 幅度也可能比較少 可能他就做到大概這樣 左右 他是波瘡來的嗎 對 以往其實他可能會做一些 雙軸向下拉的 再加一個波珠合金 但他這一款 就是用一個菜鋼 波珠 就是一枝直存落 那就是比較簡潔 然後前掌的活動 你會看到他去到一些合掌 都可以做到 或是在某次 對 來到這裡 主體大概玩完了 就是這樣 其實 你看到剛才的可動 在手的部分 或者上半身的可動 落的心機比較多 所以擺到的動作 都會比較多 接著之後 我們就看了 鐵人17號B 它本身是一隻鳳王 為什麼是鳳王呢 現在你看到一塊背包 這個背包 其實可以將它 在尾巴拉出來 然後下面就收起頭 然後再拉出來 其實它有一隻鳳王 它是一個鳳王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隻腳 那隻腳就收到這裡 而這隻腳是合金 對 只有一隻腳 對 只有一隻腳 它會有一隻腳 這樣伸出來 但伸出來之後 這裡中間有兩支柱 這兩支柱 是合體用的 我們沒有用的時候 就把它收起來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隻鳳王 而它的翼 也可以向前後擺 然後之後 其實這隻鳳王 本身 是一點意思都沒有 所以我們 它的存在 只是為了和鐵人28 Fx合體 所以它現在就 履行它自己的責任 接起來了 接起來了 記得拿這兩支出來 這兩支是很重要的 合體用的柱 收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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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現在就正確地 嘗試擺一次 這是它招牌的姿勢 對 它招牌的姿勢 它這個拳頭 挺漂亮 對 挺有張力的 對 不是就這樣 四隻手指合起來 對 那些有前後手 很多品牌都是 將它們的產品 由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現在開始移到九十年代 所以就有 這些比較少的產品 因為 以前九十年代 的人沒有錢 例如我這些 然後九十年代 現在的人有錢 他們就開始向我們賣手 我現在快沒錢 因為經常買這些 對 就放回招牌姿勢 合完看之後 其實很多師兄擺錯了 就是 其實你看回這套劇 其實是一套劇 他的手是擺在肩膀的前面 他不是直接在側面上升上來 很多人都擺錯了 我也不敢說 我擺得很適合 不過就 稍微練習過 粉絲的執著 對 沒錯 就是 沒理由 拿手對著肩膀夾上去 在正側那裏 那就自己小心一點 玩的時候 好 我們先玩到這裏 有興趣就出去找 這裏是三萬五千日圓 好 好像外面還沒有大過 是嗎 那可能是 所以有機會 坊間遲一點就會有大過 這個有沒有特典 這個有特典 特典就是 插黑牛的電線 不是黑牛的電線 那期待黑牛快點出 還有黑牛要比這個更加進步 做得更加好 好 謝謝